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面对第三阶段的限水公告 市府方面已经针对停水的因应措施 也就是将在停水区内的29个区公所 分局以及派出所设置146处加水站 水情持续吃紧 各地都呈现干旱的状况 而这也让高雄面临公五停二的限水措施 目前中央占定从5月5号临时开始实施限水 而这也造成民众担忧对此市府方面出面做出说明 这个礼拜五的下午经济部 那么确定会宣布高雄市 那么下礼拜二礼拜三限水 就是以后如果气候没有改变 那么缺水状况依旧的话 那每周的礼拜二礼拜三会48小时限水 市府方面由副市长陈经德出面表示 目前市府已经针对停水 研理出相关的因应措施 像是在停水的29区里的区公所 分局以及派出所所设的加水站 以及地势较高的区域设置加水站等等 都是目前官方的抗旱方法 除了自来水公司设置的这个取水点之外 我们高雄市政府 那会在限水区29区 29区的限水区 每一区的区公所 分局 派出所 消防分队 这四个地方 总计会设置146处的取水点 另外市府方面也在水利局网站 设置了抗旱专区的公告 里头著名有省水习惯的建议 同样要给市民朋友做参考 港部新闻 阮云雄黄子倩采访报道 接着我们看到这样的好消息 发行量超过560万张的一卡通 除了在高雄捷运 公车以及超商能够使用之外 现在范围更扩大到医疗院所 高雄市的三家势力医院 包含民生 凯旋与联合医院 以后看诊都可以使用一卡通来批价缴费 不但缩短了付线找零的时间 也能够减低携带现金的风险 拿着一卡通在柜台刷卡缴费 不过大家请看清楚 这里并不是公车上也不是超商 而是在医院的批价柜台 原来现在在医院里看病 也能够用一卡通畅行无阻 前来看病的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以后来到医院看病 真的方便不少 身上只要带着健保卡和一卡通 根本不用带现金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搞定 民生 凯旋跟联合医院 那未来民众可以使用这个一卡通 可以很轻松的在我们一楼的柜台 来做缴费的这个一个动作 目前高雄市已经有三家私立医院 开放使用一卡通缴费 除了方便还能够缩短 用现金付费的找零时间 对于得常常跑医院的长辈们来说 当然便利不少 只有一卡通到医院看诊的时候 就可以免带现金 可以省下一些带现金缴款 这样子不方便的一个措施 另外相较于民生消费 一卡通有刷卡的金额上限 但是在医疗方面则是取消了上限 即使是较为昂贵的住院费用 也能够用一卡通缴费 医疗的部分是没有上限的 不像其他的民生刷卡 他过账大概有一千块以下的这样的限制 在医疗的部分是没有 卫生局也将持续和一卡通合作 希望让民众在医疗上 能够有更多的便利性 港督新闻徐富天采访报道 从轰动一时的不老骑士环岛之后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举办一系列的老人圆梦活动 这次与超商合作 邀请长辈们担任超商一日店长 体验从补货到结账处理的 各项超商事务 一元店长梦 让参与的长辈都感到新鲜又有趣 亲切爽朗地向客人问好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便利商店店员 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8岁的长辈们 换上超商制服体验一日店长 从补货到结账找钱 样样自己来 好慢一点 有听到了 在店员的指导下刷条码 打开收银机 每个人都认真学习 紧盯每个步骤 即使动作比较生疏 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阿公阿妈们第一次站柜台 感到新奇又有趣 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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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乎休息 增加支持 红道老人福利经济会 与超商业者合作 举办部老店长体验活动 鼓励独居弱势长辈 走出家门 感受社会温暖 主要就是希望让长者 有一些新的体验 那便利商店对他们来说 就是很像以前的杂货店 那以前杂货店可能固定 只有卖几样东西 所以对于今天他们来到便利商店 看到便利商店可以卖这么多东西 他们觉得非常的新鲜 当店链的体验是很新鲜的事情 所以我也是说 请老前辈多多出来看 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 就像近大官员一样 超商事务让阿公阿妈们 各个惊呼连连 而在服务客人的过程中 也让长辈们充满活力 感受互动间的温度 港督新闻 校航和采访报导 因为想帮忙长期握病在床的外婆 记录附件的数据资料 大龙中学的学生动了想发明的念头 开发出一套可以测试手指附件数据 以及肌耐力的测试系统 和校内的伙伴一同开发 不但顺利的制作出成品 更在高雄市中小学科展中 打败许多明星学校 得到电子电机与资讯科的第一名殊荣 握住与手机软体接通的握力测试球 每三秒变换按压一次 就可以自行在家做附件 而且手机上显示的测试结果 更可以当作给附件医师考量的数据 减少行动不便的患者 必须到医院就医的时间 其实这套测试系统之所以会开发 都是因为出自学生的孝心 我的外婆长期病后在床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不要让外婆那么辛苦 然后每次还要跑医院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一个 传统的附件球就是 无法记录附件者他的情况 那我们创新的部分 就是透过这个压力感受器 然后把这个纸就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比较快速 而且不用就是让附件者 天天跑医院 就是直接还要让附件事 来看他的附件情况 考量到握病在床的外婆 前往医院就医的不便 吴坤佑和同学组成队伍 开发出这套 攜带式的手指附件 及肌耐力测试系统 而且成品更在 高雄市中小学科展中 得到电子电机与资讯科 第一名的好成绩 会感测就是我们弯曲的角度 那他会将弯曲的角度 输入成一个纸 然后会显示在我们 这个手机的荧幕上面 未来这项针对需要附件的患者 开发出的作品 将代表高雄参加全国科学展览 不过不管得奖与否 开发出成品的过程 都成了学生在校时 最难忘的回忆 港部新闻 阮云秀黄子倩采访报道 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有许多小校 也就是人数不足的小学校 会面临到废校或者诊病的状况 不过各学校本身 自有的师资 以及学校特色 与人文风情都不尽相同 如果在没有完全整合的情况下 将小校诊病 可能会面临许多后续问题 对此市议员陈信瑜 给予市府教育局建议 期盼可以在小校诊病前 做好完善的配套措施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有许多未在偏乡的学校 甚至是人口稀少的都市区 学校都面临同样的状况 也就是学生数普遍偏少 有的学校还出现了 老师比学生多的情形 因此出现小校诊病的声浪 但每间学校都有不同的背景 贸然诊病恐怕将衍生更多问题 对此关心教育议题的市议员 陈信瑜向市府提出建议 在对于小校的合并的时候 现在我们开始在跟市政府讨论 不管在情感方面 以及理性方面的部分 其实都要兼顾 实质的教育面的部分 要去考量到资源的整合 还有学生共同学习的这样子的益处 陈信瑜建议市府方面 可以针对各校不同的特色 以及人文风情着手 将可能面临诊病的学校特色综合起来 或者沿你更周延的配套措施 以免诊病之后反而问题重重 这种闲置空间的诊病的时候 其实是要有很多勇敢的作为 当然也要顾及民众跟社区的情感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到社区去聆听民众的声音 也让未来的闲置空间的活化 有更多的弹性的思考 另外陈信瑜也指出 目前已经与市府教育局预先做沟通 将朝鲜收集各校的状况与特色着手 为未来可能的小校整病做准备 港路新闻阮玉璇黄子倩采访报道 走路上班为了省钱 不吃大餐为了省钱 不开电灯还是为了省钱 换一顿称赚的好了 这样喔 好啦 走得更快的啦 行情这样 别急啊 后一个车站这么过就好了 这年轮 我问再乘车站的比较快 不要啊 我们现在有会儿了 在车座公车很方便 又更安全 用爱守护高龄者用路更幸福 妹妹啊 去洗碗了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先 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Do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Do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里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段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十年前 有人说台湾毛豆胜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 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 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 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严城国小举办毕业生 健康小铁人活动 今年以为爱出发为主题 特别结合了工艺元素 让严城区的长辈 与毕业生们一同骑铁马 绕行校园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唤起学生对长辈们的关怀 同时也将这份爱 不断地传承下去 亲手替毕业的小学生们 戴上安全帽 长辈们细心的叮咪 要与未来的主人翁一起骑铁马 行脚互相严惩 小铁人 为爱 用钱 动 在呼喊口号之后 104位应届毕业的小朋友们 浩浩荡荡出发 在老师和在地的长辈们的 带领下老行学校 象征着世代传承 因为我们很少跟他们 有这么多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一起 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有一天总有一天都会老 然后自己家中也有长辈 所以应该用行动去关怀长辈们 为了让小朋友们懂得关怀长辈 严城国小特别和华山基金会 共同举办为爱出发的活动 希望借由彼此的互动 让长辈们感受学生们的热情 也让学生们学习关怀与付出 把小朋友呢 让他们和我们学校的愿景感恩 就在孩子的心里面 放下一颗感恩的种子 希望这些孩子的身上呢 开始散发正向的能量 毕业班的一个活动 可是又能够结合公益活动 而且能够这么的照顾到 我们一些弱势的老人家 我真的很高兴 勇敢于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 严城国小特别将毕业活动 结合公益 为在地的长辈们尽心 也让即将展开新人生的孩子们 学习承担 懂得爱生命 爱感恩 爱环境 港独新闻徐福天 采访报导 柴山的猕猴 一直是当地居民 以及登山客 熟悉的动物 不过外表可爱的他们 近几年来 却屡屡传出抢夺游客食物 入侵民宅的消息 令人不堪其劳 也让人不禁好奇 究竟是猴子本身就具有攻击性 还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 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报导 一窥猴子的思考模式 高雄柴山是游客居民 登山休闲的好去处 近年来柴山地区的台湾猕猴 大闯山下民宅 向游客抢食 时有所闻 举办过近十几场 迎对教育民众 如何与猴子相处的 台湾猕猴知之党 希望民众能够了解猴子的习性 其实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食物就等于我们金钱 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去理解的这些东西之后 你才会包容它 你才会说原来它的行为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我们所想的说 它们没有家教什么的 因为就像我们小朋友一样 当小朋友看到你们的时候 牠剛剛的東西棒棒糖 牠想吃 牠就會伸手去拿 在牠們世界裡面 不曉得搶是什麼意思 針對台灣彌猴近年來往山下移動 林曼妹認為山上的食物並無短缺 而是猴子遷移的習性 我們都會區組閣了猴子們 互相交流的路徑 我們知道動物牠都有過千的習性 那我有跟大家舉例說 牠們本來我們人類還沒有占據都會 牠們應該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這邊的猴子可以跟大社觀一山的交流 跟騎尾山的交流 可是因為我們占據了都會區之後 牠們就被困在壽山這個小小的地方 牠們的天性就是要去跟 熊猴的天性就是要跟別的社群交流 那牠在這邊困了這麼久 牠還是會有那個習性會向牠往下遷移 牠並不是說故意要去搶你食物或是入侵民宅 因為牠不知道要怎麼到那邊去 從小受父親影響與猴子相處的李美美 自去年7月份成立台灣民猴之之黨 希望透過營隊以微薄的力量 教育民眾認識猴群 進而與猴群和平共處 所以我是希望從我開始做一些改變 盡量可以達到和平共處 然後人猴可以互利共生 我是希望有這樣子的方式下去做 因為我覺得不管 不管我念了再多書或是我做了再多研究 牠們對我來說都是朋友 是我的家人 因為我說過啊我一開始介紹的時候說 我沒有兄弟姐妹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 所以我從9歲開始就跟牠們打婚到現在 柴山迷猴猴滿為患 了解動物思考模式 習性與猴共處 絕非敵對 政府與民間共同一起努力 才能創造雙贏 港度新聞綜合報導 為了慰勞辛苦了一輩子的長輩們 資深藝人康宏南下演出 特別捐出自己唱酬的一半 購買懷念歌聽秀的門票 捐給高雄市政府 由市長陳菊代表接受 希望可以將這200張票送給長輩 以及弱勢族群 讓他們能夠重溫當年歌聽秀的風華 出身高雄的資深藝人康宏 帶領大家重返五六十年前的歌聽秀 不但能夠欣賞經典的歌曲 還有爆笑的演出 是許多長輩們難忘的回憶 只是現在提供給長輩們的休閒娛樂 逐漸的減少 藝人康宏自掏腰包 購買200張懷念歌聽秀的門票 捐贈給高雄市政府 將送給長輩們以及弱勢族群 讓大家回味曾經紅極一時的歌聽秀 懷念的歌聽秀 這一次因為事隔很久 年輕的朋友比較居多 我們知道陳市長對老人福利 特別重視 所以說小弟我康宏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把這一次的演出酬勞的一半 把他捐出來 在5月9號以及10號 也就是母親集的週末 同樣是高雄藝人的 黃西田 方俊等多位藝人 將在勞工娛樂中心 舉辦兩場懷念歌聽秀演出 由於高雄是歌聽秀的發源地 康宏特別捐出自己的唱酬 希望拋磚引玉 讓社會大眾更注重 銀法族的生活環境 在全台灣這是最紅的歌聽秀 它起源就在我們高雄 當然台灣社會這些年來 有很多很多的轉變 但是在那個年代之中 他們能夠帶給我們的社會 很多人笑聲歡樂 然後當時他們也留下很多 令大家懷念的老歌 陳軍市長除了感謝康宏的善舉 也希望有更多的表演團體 到高雄來舉辦 讓高雄的文化更深入基層 也能讓生活在高雄的每位市民 不分男女老少都能更幸福快樂 港獨新聞 徐富天 採訪報導 最近大高雄哪些藝文活動呢 那我們一起參考港獨生活訊息 一道üks事務所在高雄 我們一起參考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是22到31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加一地区 多云短暂雷阵雨 气温是21到29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多云气温是20到28度 宜兰花莲台东彭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短暂雲 气温是17到29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子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走路上班 为了省钱 不吃大餐 为了省钱 不开电灯 还是为了省钱 省钱看这边 VB宽评 120MH要888 送离高画质频道 无线WiFi 3分11分商品卡 耗制价格和高速频宽 内行人的3A上网法宝 给您A数理 A好康还有A服务哦 快打3401991 老爷啊 不然我来去菜市场买菜啦 好啦 我换一顿衣的啦 你的衣衣穿得这么晚 很危险 换一顿衣服就好了 这样喔 好啦 走得更快的啦 不然就这样 别急啊 后一顿衣服就好了 这么年轻 我问再买车载你更快 别啊 我们现在有火了 在车座公车很方便 有更安全 用爱守护高龄者用路更幸福 妹妹啊 去洗碗喽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IDO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十年前 有人说台湾毛豆剩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 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 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 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BB宽屏120MAG要888 送你高画质频道 无线Wi-Fi 711商品卡 超出价格高速频宽 内航人的3A上网法宝 快打340-1991